我記得那時候 我剛到的時候 我走到一個暗巷 因為我很晚的班機才到 大概是晚上9點多 然後又想出去玩嘛 又想知道這裡晚上有什麼 結果出去 真的兩個黑影就過來了 然後有槍 這兩個黑影是兩個男性 對 年輕人 然後帶著槍 對 帶著槍 他的槍外露到你可以看到他拿的槍 一個是有一點遮蔽 一個是只是垂直這樣擺在下面 然後我看到兩個黑影的時候 我就很緊張啦 我就想說這怎麼辦 我第一個念頭就想說怎麼辦 然後我想說不行我要自救 我現在叫也沒有用 我看他們也聽不懂 所以我就直接 我自己也勇敢的往前走 去看清楚長什麼樣子 我看了一下 兩個就好像是混血黑人的小男生 然後他們兩個看著我 一過來自己就先講 就講巴西語講葡萄牙語 問我哪裡來的 我當然就聽不懂了 我直接就用英語先回 回了以後呢 他們就是 直接就是用手勢跟我講說 你有什麼之前的東西 請你拿出來 對包包還有錢包 請你先拿出來 然後我當然就穿得 已經很像當地人了 我就秀給他們看說 我就只有這樣 然後我是很直接的跟他講說 你要找也不是找我啊 你要到五星級飯店那種 有帶珠寶 沒有包包的不是我這種 天啊 我聽起來很危險的玲瓶 通常喔 劫財不成下一步就要 劫下 所以你看看 那哪一點東西給他們就算了呢 我還在 你身上都沒有錢啊 我還在 對 因為其實那時候 其實在巴西很方便的是 現在其實到歐洲很多國家 你身上真的不用帶錢 你如果有Credit Card 你帶信用卡就好了 你連做個五塊錢 就是兩百塊台幣的這個電車 或什麼都可以刷卡 你連買路邊攤那種假的DVD什麼 都可以刷卡 所以你建議不要帶現金在身上 對 不要帶太多 因為會傷害麻煩 但是問題是你 當你跟他們講說 我就這樣 我什麼現金都沒有 他們不會惱羞成怒嗎 對 我還在想說完蛋了 下一步我要拔腿就跑 還是怎麼樣 我還在想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另外一個那個 比較小的弟弟笑了 點點頭說 他說的有道理 對啊 怎麼會找他呢 應該要找有錢的 對啊 對 他身上也沒有錢 結果我們後來變成 還不錯的朋友 什麼 你們還有續集 你是太扯了吧 你當時趕快逃離現場就算了 你還去跟他交朋友 因為我講完這件事情以後 這個哥哥 這個哥哥聽到以後 他們是一對兄弟 一對兄弟 他就覺得你很勇敢 一個女孩子跑來這邊 一個華人女生 因為他們搞不清楚 亞洲女生是哪一個國家的 然後他就直接很熱情的邀約 然後我們在這個禮拜日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貧民窟這邊 會有一些Party跟活動 對 那真的我就真的也就去了 然後這一次我 你是說他們沒有搶成你之後 他還邀請你去他們的貧民窟 參加他們的Party 他們兩個就在網上去 小男生 對 然後去了以後 可是他拿的槍 那個槍到底是真的還是玩具槍 我事後有問是真的 因為其實他們為了防身 有時候是家裡 而且巴西取得槍可能比較容易 對 家人可能就會給 然後到了他們的家裡 也有看到 確實就是他們的生活環境是那樣 玲瓏你輸了 你看看 他的這麼驚險而刺激 他還去要受到搶匪的邀請 去了那個Party 我可不能出任何一點差距 我們都是帶團 真的 我們要解決人家的問題 自己怎麼可以出問題 對 而且眼看市面耳聽八方 黃煥以為難 對 那你有沒有被搶過 沒有 有被偷過 有被偷過 那你的團員沒有被搶過嗎 有 我一個同事 背了一台那時候的那個攝影機 重重的 土土的 從這邊走過去到那邊之後 喂 哥哥 你的相機呢 沒有 你的那個攝影機呢 對 我攝影機呢 一個那麼重的一台 可以被剪掉拿走的 他完全不知道 你看他多高竿 所以說你黃不勝黃 接下來再講 在那個聖母瑪利亞的大教堂旁邊 導遊在那邊講 他就跑去拍一拍 結果他就跑過來了 跑過來跟導遊講 講不出來 什麼事情 他在那個教堂的前面 就有人忽然間走過來 有個果汁 不知道是番茄汁還是什麼 套在身上 對不起 怎麼辦 我來幫你弄一下 那邊有廁所 去幫你沖一下 好…對不起…來 拿起來搬東西幫你弄一下 到廁所那邊完全沒有人 錢拿出來 槍也拿出來了 刀也拿出來 一個女生在那邊完全都沒有人 都被搶走了 之後人家跑去 人家跑過來 我什麼都沒有了 還好 護照在他的那個遊覽車 遊覽車上的包包裡面 所以說那就是落單 團體在他也能夠落單 那一種人就會經常出門 我又很好奇了 剛才那個資輩因為談到 就說你去參加那個貧民窟的party 對 他們貧民窟也滿happy的 就是說還會自己舉行party 很不錯 這是個什麼樣的party 其實他們是一個那種 那個fucking party 然後他們其實放了那個音響 大概就跟我們這張背景這樣一樣高 就是那種股市的 然後兩個音柱形的 然後一個非常大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全部 因為其實巴西的人總是混血的 是不是有黑的 有白的 有紅髮的 有黑髮的 很多很多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旁邊在做調酒的 他們自己 自己整個村落的人 就辦起了這個party 然後有人在放音樂 有人在跳舞 然後那個小朋友大概5歲而已 機械舞跳得超好 然後在那邊 他們在巴西有一種酒叫做甘蔗酒 酒精濃度有70%很高 它就是檸檬一整顆切片以後 放到杯子裡面去 然後加砂糖把它搗碎 然後直接滿滿的加那一杯酒 然後我們就看到在那邊 切切切 切檸檬的 全部都是小朋友 全部都是那種 7歲 9歲那種小朋友 他們調酒很厲害的 過去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跳 我們就看到了 其實有很多 那時候我去背包客 其實有很多一樣是 西班牙裔的女生 阿根廷的女生 我們自己就 女生很勇敢自己想說 好 那我們就去參加這個排隊 在那邊跳舞 不會是那一天的客人都是 這個被搶沒有成功 然後就來參加這個 這是一個很妙的經驗 有些可能被搶成功 他還邀請他們來 但是這邊我覺得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畢竟他們是從事這些 比如說搶這個觀光客的這些人 即使看起來是兩個小鬼頭 你為什麼還要去參加那個派對 你不怕你陷入了另外一場危機嗎 對 其實這一點 我那時候當晚也有跟我們同行的 兩三個女生有討論過 但是我們歸類出一點 因為我們都是女生 都是一個人背著包包 真的就去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三個女生 我們就討論一點說 其實是勇氣的問題 還有人家在看你的眼神的時候 你有沒有讓人家覺得說你在害怕 對 然後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很直接的說 我們其實來這邊就是要想要 瞭解你們的國家 瞭解你們的城市 瞭解你們的文化 我們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出發點來的 但是我覺得像這個資貝 他所分享的故事裡面 他可能代表著年輕人在座背包足 或者勇闖天涯時候的兩難 就是說我們會覺得說 不入虎穴淹得虎子 有些經驗你不去 你是不會享有那個樂趣的 可是有些時候呢 你研判的結果是 他可能存在某些危險 所以我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兩岸的同學們 如果像剛才資貝他發生那種情況的話 你會覺得說 你要繼續去參加那個派對嗎 會去的請舉手 請舉牌 巧琳 巧琳 你不怕危險嗎 看起來 因為那兩個就是來搶錢的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像 他剛才說的 只要看起來不要懼怕的話 因為我覺得如果看起來越怕 人家越會覺得說 你在怕我越想對你下手 因為我以前在南非住過幾年 然後那邊治安其實很差 所以出去的話就是 盡量不要穿得太鮮豔 就是太亮眼 然後盡量只帶一個包包 然後把它夾緊 好 我們知道我們到各個地方去做旅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有些地方的文化 跟我們自己本國的文化 是會有很大的差異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 當你們在國外海外旅行的時候 你們對於文化上最大的差異 有哪些故事 OK 金金 金金來 就是我去韓國的時候 然後那個 下午4點就有一堆人最老在街上 我沒有辦法覺得很奇怪 真的嗎 那些是看起來像什麼樣的人 幾歲啊大概是什麼 正常人 看有的是上班族 有的是大學生 就是他們都直接醉倒在宿舟裡面 那也沒人去理他們 就大家經過就看一眼 然後就走掉 然後他們就整個臉都紅紅的 然後這樣躺著 然後喝很醉 很苦悶啊 對啊 韓國的生活壓力大概也很大 沒有他們真的是夜夜生哥耶 夜夜生哥 就是我只是去吃個烤肉 我也可以吃到我自己就睡著 醉茫茫這樣子 就一直在喝酒 一直在喝酒 一直在喝酒 對啊很可怕 金金對於你來說 像你這麼年輕 然後你到各個地方不同去旅行 你最想得到的是什麼呢 我想得到一個 我自己心靈上面的安定吧 你去一個不安定的國外 你想得到一個心靈的安定 這次年輕人想法倒是蠻奇特的 為什麼你反而在一個行動中的旅遊 你會覺得得到一個安定的想法呢 因為我去的時候 其實我在買機票的時候 我是先買才跟我媽講 然後她氣到不行 所以你沒有無趣的旅行經驗是 沒有跟家長講 我先買機票才跟她講 請問你在旅行途中 如果發現你旅費用光了 你會有什麼處理 就是會改機票的時間回去 我會到當地的教會尋求幫忙 在當地找工作 然後繼續完成這個夢想 絕對不會丟臉的會想 人在異地沒有錢 到底該怎麼辦 讓你意想不到的 異地求生方法 待會兒告訴你